哈囉大家好我是序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 等一下要開的超Fever祭典 這次的話是出兩個新角色 魯德貝克跟倫琴 一樣也是可以用9x9禮包是直接買斷的 那就直接大概講一下他的技能組喔 學術攻擊型71007245跟2579 主動機的話是轉2顆炸彈C珠 10顆C珠C珠激烈強化 三回合自身和兩側基礎攻擊力提升100 然後藍黃轉紅色珠掉落 CG的話是給於單體激烈傷害 交解除維持學術攻擊力提升20 被動1的話是破砲跟防阻 被動2的話是自身或其他角色發動主動機的時候 自身不在前頭的參加一般攻擊 被動3的話是學術角色在前頭時 掉落兩顆自身的炸彈C珠 被動4的話是自己在前頭時 而且兩側為學術角色 學術角色為主動還有C技傷害提升200% 說句實在話啦 我是覺得德魯佩克會上場的原因 只有那個C珠激烈強化 那這個上場的機會的話 第一個團戰第二個排行 那平常的話我是覺得可能用不太到他啦 所以會算是特殊定位用的角色 以他的被動技能來說相對性的比較難組合 尤其是被4 被4變成說自身然後兩靈都要學術角色 學術角色基本上都是抽彈角 所以變成說那個被動4非常難起來 但是起來的話傷害會很痛 但如果沒起來就會 變得非常的激熱啦 我覺得就是 除非有必要的時候不然就不用開 然後打排行的話 我也覺得他也不會再投 所以變成說他的被動3也沒有用 像 炎帝 炎帝是管理者5-4嘛 所以你看 現在火屬性最強的疊功 炎帝 假設我們炎帝放投 也不會是 也不會是學術啦 所以變成說如果你真的要 拿魯格被剋下來然後去打排行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3-4被動都用不太到啦 說句實在話 所以變成說我是覺得3-4被動連開都 不太需要 就是真的是純粹為了他的C珠機的強化 然後還有升機攻啦 那種藍黃轉掉就會犧牲掉一些些C珠的密度 所以這個技能也會跟那個 白G一樣啦 都是那種有點像 已經炸完所有版面啦 阿最後一根紙頭才要把激烈強化開下去 然後再給他再多炸一輪 然後多一點傷害疊功 就這樣 沒了 大概是這樣 沒別的東西了 好 第二隻的的話是輪騎 學術均衡型 7625-5932-5047 特大X型雷射 三回合濾轉前頭C珠掉落 防屬性攻擊防禦恢復力提升2500 C珍鎖居深層連鎖縮 縮短12 C接的話是給予彈體激烈傷害 解除皆為止 防屬性攻擊防禦恢復力提升15 被動一的話是破障跟仿毒 被動二的話是黃屬性C技威力 傷害提升25% 被動三的話是一回合破壞5顆以上C珠 黃屬性點外之珠加硬 被動四的話是諾前頭角色發動主動進食 該回合黃屬性產生黃色珠連鎖 好啦反正這個技能組出來了 就是反正就是 假面潘乃德又被打臉了 假面潘乃德就是一個很可憐的角色 就是反正就修得很差 我是覺得 寧可那個轉右側不要修掉 縮成三回合縮成兩回合我都覺得合理 你看像是那個小倩也是轉右側 然後也是兩回合 改成兩回合就好啦對不對 改了一個全體然後 不三不四的全體然後還是永久 就有時候就變成很奇怪的 很不好用的角色 就變成說輪情就有點像是打臉潘乃德 可是潘乃德 還是有減CD啦 所以 有時候效益還是會比輪情好一些些 那輪情的話 會是比較 增加C傷害的 所以我會把他定位在團戰跟也是團戰跟排行 那平常刷關的話應該還是那幾隻吧 像是李導啊 然後阿薩那種 減CD比較強勢的 還是會上去的啊 像我自己還是很喜歡用 那個狂三加 狂三加那個後翼 狂三加後翼 一開場就可以直接先開個一炮兩炮 很方便啊對不對 速刷方便多了 誰要等這集 就這樣 然後 整體來說也是這種C增傷的話 還算是相當不錯啦 但被動式的話 還要鎖前頭 比較不好使用 然後 點按五顆C珠再加一根手指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當作是加減用啦 那只是你有時候把技能已經開了五根手指 然後你再開輪情X型雷射 那根手指就會進不來啦 就是有時候可能開機的時機要去注意一下下 說句實在的話 這兩隻的話 我大概定位在T1.5之間 那 都會有各有用處 但是平常我覺得刷關卡的話 可能不太會 太常看到它 我覺得不太會太常看到它 那一樣也是 我自己也是比較定位在排行 跟團戰的部分 那一般打關卡也是可以用啦 但是你知道 就 可以上嘛對不對 也不是主流 不會是速刷主流啦 大概這樣 然後舊的 舊的這種 泳裝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說 機械天使姐妹出的時機點很怪 官方感覺就是想要說 拿來組排行 結果沒想到 出了排行已經關了 那就是 抽著備用吧 因為 近紅藍還是相當的有用 然後 因為像小倩的現在主流洛西就是這種小倩的話 近紅藍他就變成說直接掃兩個 顏色會跟他搶黃豬啦 所以變成說 小倩的傷害也會 蠻不錯的 所以機械天使姐妹的話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下 然後 史托克 藍屬性解傷主動技不差 像是看到莫札特 莫札特到底 逆天了多少關卡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看 莫札特到底逆天了多少關卡 我相信他還是會繼續逆天 所以 史托克的話本身也是有一定用途 然後 巴斯特跟弗艾民我覺得 應該也是一樣 也是沒什麼呼吸啦 大概就這樣 那 只是這次的禮包稍微硬一點點啦 9.9 然後一個10抽 加一個 天井井 天井獎啦 所以變成說是一個 兩個天井獎 然後無私私頭加10抽 我是覺得 普普啦 我可能還是會比較建議買 買那個 買這個 990的禮包吧 超Fever的禮包吧 那直接一隻 一隻直接買斷還比較方便啦 啊 這次的話 也沒有到必抽程度啦 就是看你自己吧 我是覺得 除非你有特殊需求啦 不然我覺得這幾隻 特殊定位 平常應該上場率也不太高 不然你就手持 拚拚看也許 手持 撈到了也算賺 有時候手持撈我都覺得 手持撈到都算賺的東西啦 好啦 那今天分析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喜歡我 今天分析影片的話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就這樣子囉 掰掰